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民主兵共同上,敬請留意。 提供慮繁止 它是關於歷史的歷史 基本上,他們只能不能離開 到一個公司的執政區 和開始攻擊 protesters 所以他們做的是,看來從外面 是,有幾個中國人的人 來到了警察,來到了警察 現在他們給他們解釋 為了犯罪 我很多人說我不是來做這個 但我必須 因為我可以坐過 and watch as the narrative is being hijacked by the communist Chinese government 會 Erfahr бли87 你支持使使使使使使使 警署 你制止 muchísimo情缺乏 How are they being violent? 就 medically exchanged人 就 merit big deal tilly the normal citizens 那裡 教 continental 我 credit出了 否則可以 على偉別人 and that's video Can you show me? Cannot now, ok? Cannot now So that was interesting um Our pro-communist person came up to me who said she's seen my videos and she claimed that the crowd here are violent um and she's pro-police she said that they were beating um people up innocent civilians up over there and that's why the police are here but We were there We were filming There was no violence um it was very peaceful 我曾经过很多的抗产党在周围的地方 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平衡的群组 直到他们的群组来 但是没有人被骗过 我当我抬着她的照片 让我给她的照片 她在骗过的亡党党被骗过 她说她不能告诉我 但她骗过她的照片 我说是一个视频 你能告诉我吗 我现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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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Soso是我们的资料 他们的照片 Cannot Now Cannot Now 我当男人最怕遇到女人 你骗她什么 Cannot Now 又请喝东西 然后又吃饭 吃饭 然后你说 喂 你看看这里 Cannot Now 不掉你 如果反过来 还是很惨的 对呀 骗我的金无私王上床 Cannot Now 我经常都遇到的 你经常都遇到吗 对呀 但我又加失了 Cannot Now Cannot Now 即是你可以待会儿 待会儿 待会儿 待会儿回到加拿大 Cannot Now 对呀 那林实天议员 史蒂戴芬州 将来你会遇到很多这些 Cannot Now的女人 那你小心点 现在我最怕当时 突然报料一下 MHKTV 我有林实天的黑材料 可不可以让我看 Cannot Now 波水 Cannot Now 那只女人公街 真的 对呀 这个澳洲的记者 似乎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物体名字 就是中东裔的人 以色列人 如果我没记错 他是以色列人 即是他原籍是以色列人 他就好像移民去澳洲 他也是战地记者 他曾经去过不同的地方 采访过一些战争 或者一些示威游行 他来到香港 之前也来过几次 我很喜欢这件T恤 他就来到就说 FREX 我要叫人帮我整件 他说香港的示威者 是非常和平 他三分四次强调这件事 在这段影片里面 大家看不明白中文 现在听明英文 有中文字幕 我看不明白 我看不明白中文 和听不明白英文 我看不明白 那其实他做些什么 那我就不会看我们的节目了 你真是这些头盔 你真是这些头盔 那都看我的节目 就是为了我 不是啊 讲笑了 不是讲笑了 真的有一些越南 就是会听广东话 不认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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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 不认识英文 不认识英文 是真的 没有人说笑 是吉堅的 那真的不漏道拉 Welcome very much 他就在中环 应该是昨天的星期间 中环仍然有这个快小活动 是的 他见到有些崔头在那里 放暴 然后有些女人是惨警的 主要这个女人走过去 你会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 support the police 然后他就想问他 如何support the police 他就说 你对方很弱能 他就说 他就说 I have video 然后他就说 看看 short video cannot now cannot now 这个高金句 cannot now 我们的女观众 千万不要在我面前说 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说这句 我真是火都来了 你cannot now 我真是火都来了 所有性感和年轻笑话的少女 不要勾引我上床 cannot now 不要接触我 如果cannot now 你如果cannot now 你就不要找我 斯文卿可以介绍一下 这位以色列记者 澳洲记者 其实他的背景也不太熟 他说话是澳洲音 我还怀疑他是澳洲出生的 因为他说话只是澳洲的声音 但他很认识 他应该是参加军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不是澳洲出生的 但他澳洲音得很厉害 当然不重要 他经常在梅尔盟 在麦尔盟 教过去小粉红 整天都在搞 那边有任何支持香港的示威 他都会出现 他问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例如问你 五大数学是什么 不是很复杂 我说笑很复杂 很复杂 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包括请问大陆Lay 你说反了 五大数学是什么 他们不会回答 你反了些什么 你反了些什么 又会问他 这群人是否港独 他们会说是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港独是什么 又说不出 永远都是问一些很令人难堪 令那些共产党小粉红难堪的故事 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 根本就笑他 我还没看过他做认真的报道 他们玩他就多 但认真的报道我没看过 但我觉得已经很认真的挽救他 认真的挽救他 我没见过他出了一个 好像60 Minutes 即是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没见过的 他就只是玩那些大陆来人 但我觉得网上的媒体 百花齐放是好的 当然是 因为现在你想想到不同的形式 例如我们这样 粗口难舌吊架人的 认真有养分的报道 有立唱的报道 我妈说我们很少粗口 不是 我妈说看你们都舒服点 某一个晚报 山果晚报 某一个晚报 她说我看不完整集 因为他们太多粗口 有人跟我说 山果晚报 把山果哥 Win哥 隔了粗口 隔了他的性爱 只有三秒 隔了他卖东西 和Jordan一样 只有三秒 我真的要警告你 Steven 政见不同不要紧 你老板 你不要人身攻击啊 sorry 13秒 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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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你真是 懂机器 你这样做事 okokok 好惨 如果只有三秒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贬译方法 这就是网上媒体 将来正在走的 一定是 你喜欢说法文报 各有各做 各有各做 不同的风格 或者不同的观点 大家喜欢看哪个 自由社会最好 Abi 我看过的影片 全部都是在嘲笑 小粉红 他走的是一个 轻松的採访路线 轻松地认真的路线 其实他有很多 有美国的 他讲其他的题目 他不只是做香港的 他其实有 比如他讲美国的题目 讲现在的左交 也有的 就是Trump Trump 也有的 那乐健呢 希望香港也可以多 那么多不同的剧部 当然 现在在这里买了一些广告 就是我们也是 積極在沉默前线的报道 MHK的报道 可以这么说 当然我们不会 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 我们不会和记协申请记者证 大家记住了 所以你战死是很大机会的事 OK 被警察生气 也是很大机会的事 你想清楚 你应征吧 还有身水很低 我期待你吃两个菠萝包 是上前线的 OK 有牛油 有 可以放得到 可以放得到 还有我们之前的众筹 就应该过了二十万了 很厉害 就是过了二十万 应该圆无意外 十二月我们的经费都会顺利 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你可能会说 你这些傻子是骗钱 我会说真话 你不肯相信 他就肯走 今个月十一月的 YouTube的广告费 是史无前例的低 即使我一条片都四五万 十几万左右 是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低呢 你猜不到 我真的猜不到 你猜不到 自从我推出 政治片 因为我再解释一样 自从我推出《乐如谭》之后 因为都挺受欢迎 恭喜恭喜 老板英明 正常的 正常的 真是 你做都没人看 我就是糟糕了 真的要移民 不是啊 真是大哥 最麻烦的问题 就是去哪里都近六位数字 是 那都OK 十肥叶一个月 其实就很帮到手 如果去到那个 即你的广告费去到十肥叶 十肥叶就很帮到手 八九万一定有 但是最麻烦的问题 当我越做得多 越多人看 辣着的人就越多 是 被人报告了 是的 到你那个节目 我已经说到 可能没有好色的东西 即不知比较比较老骨 那些东西 尽量纏着尺度来做 第一 我拿得人太穿了 就算在YouTube 最初那两个星期 给你一个广告 小花很乖 帮我很细心 插三分钟 接着呢 第九分钟就插一条 不要插太多 插得太多 就不太好 对 事实上 是这样的 做好了 头两个星期是有广告的 第三个星期就被人报告到没有广告 那这个 幸好的是我 不会被人弄死 你不用自己接我的台 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 犯YouTube 而只不过你被人报告得多 那我在那个研究方面 收费 令到他配合一些广告商 他觉得难找 我明白 你明白 即是会找一些广告商 配合到这些 被人经常这么争议性的广告 不是说你报告到我会死 而是你制造了一个 controversial 即是怎么也有影响 有影响 今个月就是很惨淡的 即是anyway 做不到六个位 今天做不到 六个位就没有了 五个位 五个位中的那些 那都可以 都问了 即是你见到那么多大 那就是那种 做得鸡又不及客气大 吃得咸鱼又抵得渴 那就是这些 你要我人出无害 我做不到 是吧 那这会是一个影响 但我又说 岳悦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你说的东西是有时间性的 那可能只有两个月的寿命 那之后那些人不会按照去看 那也不怕 不是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熟悉YouTube的广告那些 你后面那些越多人看 其实会给你很多小钱 你越多 最初爆越厉害 即是你最初的黄金 第一二周 其实是最重要的事 我说得到明 我都不怕你搞 是吧 你说你不要说 那些人会搞 那你就搞 那些人会搞 那些人会搞 搞就预了 是吧 你搞它越搞它越开心 因为它很干净的 因为它很干净的 好啦 以下这个 But not now OK Cannot Cannot now But not now OK 我們还要做节目 OK 還有二十多分钟 有一个很想被人搞 昨天他被人跪搞 Blobo Video 3 大家看看 快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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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葉劉淑儀女士,你被一個高大威猛的防暴警察用一個六寸粗的手臂圍攬著你 很溫暖地保護你,很久都沒有被男人這樣攬過了 我知道你沽木一定逢春,在石瓦裡必出水 強勁的臂彎,你的四字情... Cannot Now 你的四字情很厲害,Cannot Now Steven,你不要聽我接下來要說的東西,你肯定更加拿命 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因為這件事應該是昨天,星期一 這段影片出了之後,有人將它放上下網 你說真的嗎? 我好像是,據我的朋友,朱鵬狗有這樣說 他說放上下網,有一個題目 他說 Ugly politician fucked by Hong Kong people 一個很醜樣的政客,被很多香港人為少 對,沒錯,很多人會看,Cake Rager高 Ugly politician,這些這麼變態的影片 Steven就不會看,我呢 我看到Ugly,我就不會看 沒錯,我也不會,也不適合 鱷魚的口味比較特別 我了解是大自然的身體奇觀 大家知道我是人類學家 所以他才把這段影片分享出來給大家 那葉劉基本上呢 就該死了 什麼時候死?快點死 問他什麼時候死? 對,問他什麼時候死 你想想,他也算厲害 你在這樣的群情洶湧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丟起到很膽單拖落的中環 我是欣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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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的臉皮漲得多厚 還有她院在外國的女兒 都擔心她會死無病身之地 說而已 香港人多平和和平 你看她 為什麼外國撈他 現在在掃到葉劉 我們順道插一筆歷史 大家都知道2003年沙士跟他有關 當時23條那件事 他就去美國進修,吃完碩士回來,一直都是中方籠絡著他 其實這個混蛋是打算做特首的,我告訴你 肯定是想做特首 對,就是東山再起 但現在你看到,又是一步之遙,誰知就跌倒了 現在他整個黨就玩完了 他說不是亡黨 那不是亡黨是什麼 沒有票數 那不是亡黨是什麼 他說仍有40%的人支持他們的黨,比以前更多 那就可以了 他經歷了一個不公平的選舉 他仍然在夢境中沒有問題 還有機會做特首,下輩 但他投完胎回來之後,可能香港也沒有了 我真的很不明白這些人在想什麼 你想想你又沒有老公 你全程圍屌,沒有人接觸你 你不可能想像得到,正常的人 我如果下台,我去了美國進修 進完修就在那裡留在那裡 天空海闊 東岸玩完去西岸 走去西岸,回到夏威夷 夏威夷回到Folanda 吃長糧,又用不完 走遠一點,又寫論文 批評一下香港,怎樣怎樣 挺好 挺過癮的,風流快活 喜歡吊誰就吊誰 又沒有問責 沒有阿琴做的字 沒有 說什麼都可以 你吊田北辰也可以 你吊林鄭也可以 那時候他跟Larry Diamond做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政治學家 去寫那篇論文 他跟完之後 他在《紐約時報》寫文都可以 《紐約時報》寫文都可以 《海闊天空》 我都不明白回來做什麼 人蠢沒辦法 真是狠 你說我都回來做什麼 我都正真要想一件事 又要虧錢 你不理不理不理 共產黨找你,你不會回來了 還怕被人拿去 拿尖的棍狀物體去刺我 我很害怕 今天投票又被人吊 沒有… 叫你不要投 誰敢吊你 你跟我出來 好了 另外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當我在上星期 首先我也是讚揚阿物理好 自從阿物理好結婚之後 好像有點希望 雖然你未必認同 我那時候也有看到一條短片 這條短片很令人震撼 因為大家都知道 流傳中有一個消息 就是在中國有一個核潛艇 日游在南中海那裡 今次發生了一個真正之爆事件 我給大家看一看 但是要從這裡 最重心 waren 你被人找到那裡 非常酷 有人質疑這就是剛才所說的中國自己研發的核潛艇 在南中國海核枝爆 不是南海 即是菲律賓現在是島礁的地方 也有人說 似乎懷疑有些火山爆發 把熔岩射到海時的現象 當然看到遊艇 遊艇中的文章 你聽到甚麼文章 你聽到甚麼文章 很難 因為你可以說有些意大利文很細緻 因為他的聲音有很多疊聲 據稱是意大利文 很重要 換句話說 那個地方就是近西方國家 就是唯一一件事的推斷 不是近西方國家 因為南海很合理 因為菲律賓有很多西人去那裡度假 你明白嗎 即是你看到那艘遊艇 牽著浮裝 我的意思是有西方人去的地方 沒錯 這段影片應該是沒有錯 你覺得是指爆 應該是沒錯 就是地點應該是南海 應該是如如無意外 而這個日期也是最近的事 不是一些舊片 你看到它是在海裡爆出來的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 即是不像是火灘爆發 你會在上面掉下去 對 因為很多飛的火屎 他應該可以拍到的 而且他不怕我 瘋了 你不怕我瘋了 你不怕我扔中船頂 即是他第一時間 如果爆出來的時候 即是他拍不到第一時間 他應該在山上 你很明顯看到整個鏡頭的影 就是拍到海裡的 整個黑煙 所以這個應該是如無意外 就不是你剛才所說的 所謂火灘爆發的事情 一定不是 兩位手足有沒有看過前一陣子 早半年前 有一部電影是諾比桑拍的 叫Kursk 沒有看 庫比克 庫斯克 只是說一個蘇聯的核潛艇 就在… 不知不知道 在那邊的海裡爆發了 當中裡面 仍然有船員在裡面身亂 但是當時的俄羅斯 就是屌的老母 就是官僚主義 蘇聯 蘇聯 蘇聯的官僚主義 自己以為自己什麼都教得到 外國人做到的事情 蘇聯人一定做得到 外國人做到的事情 中國人一定做得到 就自己去救援 救援得到 最後最後 基本上沒有生命的跡象 就找這個佬來幫忙 結果船員就死了 在這件事裡面 如果是真的 整個媒體沒有報道 第一 中國裡面的救援 那方面的事情 可能是官僚的問題 也決定不能救 或者不能承認 甚至會不會有機會 在南海裡面 其實現在的鬥爭 已經是非常嚴厲 非常重要 會不會真的讓我們看很多 Tom Kenzie的電影 《Rising of Red October》 《Crimson Tide》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會不會在裡面 互追追逐 然後你射救 我射救 我射救 你就是美國的潛艇 射救爆他 又或者其實爆這架 不可能是中國支拿的潛艇 是美國的潛艇 也不知道 但其實一件事 要確實檢查 就很簡單 如果爆到這樣 核污染一定是 你暫時還沒收到這些數據 我想詳細說一說 你剛才沒有說到 因為這件事 是這幾天的事 大陸有些網民說 你看大陸 放了核彈在海裡試爆 這麼厲害 波斯拉拉出來 想嚇你香港人 你看看你們這些香港人 怕不怕 我們在南海 在南海扔過核彈 你看看你們這些混蛋 死不死 因為如果是真的話 如果是核事 因為不合國際規例 因為不合國際規例 第二 就算是核事 中國一定會公佈 他不公佈 為什麼不合理 應該最合理的推論 就是兩個可能性 就是 應該是潛艇 就是爆炸 而我在網上檢查到 有一個俄羅斯的私人 一些類似和核探測有關的組織 他就說的確是過去幾天 偵測到在南海 是有一個核的輻射 但數據是不厲害的 就是說 如果你問我 最有可能的這個機會 就是什麼呢 就是應該是一些中國製造 或者自己製造的 小型潛艇 核潛艇 核動力潛艇 核小型潛艇 爆炸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他自己製造 所謂潛艇 正所謂都會爆炸 又或者是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跟美國佬 因為前幾天 的確有公開資料 美國佬同一天 又派了兩艘艇去南海 宣示所謂的國際領域 中方當然是投訴 抗議 又說 你為什麼用來南海島之外 是屬於我的 他就不理你 可能共產黨 你知道 在水底下看不到 也聞也聞也聞 不知道想放水雷 認什麼 總之 又打散他 怎知道 人家的那些 可能圍咎著他 就炸了他 總之 無論是他自己弄也好 別人炸咎他 我懷疑最可信的情況 就是中國的潛艇爆炸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全世界 沒有可能任何的媒體 都不說這件事 很明顯的事情 如果美國的潛艇爆炸 沒得不說 沒錯 你跟我說 你剛才說美國 會不會是美國呢 因為美國是不可以蓋住的 因為美國有自己的媒體 有幾百人 沒錯 他一定要答應這個 所謂公共第四權 船花不能找到 那要怎麼用家屬交代 而且他意外也好 他一定要說出來 總之要作個故事 不是作 他一定不可以隨便作 譬如說 我現在在水底 忽然間 中方開炸彈過來 我們還擊 誰知道被他打中了我們爆炸 他一定要照實說 是我們先開火 或是對方先開火 譬如以前在南斯拉夫射錯了 或是在中國海域裡 飛機箱撞 那次 偵察機跟他也有說 對 標語台也是 當然他可能語調會不同 日方就說是中方的 自己踩過來 中方當然說 日方是甚麼 那就看你相信哪個政府 當然是 即是他自爆 我相信是很大機會 要不就自爆 要不就他可能被人射爆 誰知道被人射不到 人家射不到他 人家射到他的時候 他就中了 那他當然沒有 所以沒有出聲 所以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就沒有公佈 做中國人真是榮耀 死了也沒人知道 當然 現在到2019年的年尾 下個星期到聖誕節 天主教人叫張林期 已經到了 耶穌基督的降生 聖誕期 大家都應該很開心 我在這裡呼籲各位 其實很多外面的商店 其實都很糟糕 甚至我們賣威士忌的店鋪 他都受不了 他不可以供貨 他都要收皮 是捱不了 當然 整個抗爭裡面 你說的一定會有人收皮 有人受不了 這樣我們都明白 但有些人會犧牲 或者沒有資金 繼續去燃營 去營運 但是在接下來的12月裡 大家都知道 傳統的聖誕節 都會去買禮物 去吃東西 或者去慶祝 總之消費 消費 大家 真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對前途 是不想明朗 或者很想賺錢 但是我們阿翔 重要 他的混蛋 就是賺這麼小錢 他竟然剛剛去了泰國的旅行 還要做很高升級的酒店 旅程給評價很高 還帶三個女兒去消費 但是阿翔 你是做得對的 不過是錯地方 沒錯 沒錯 如果我是阿翔 我就應該帶三個女兒 在中環 去九龍城泰式特骨 九龍城泰式特骨 九龍城泰式泰國菜 去小曼谷吃特骨 沒錯 去光顧史提泰泰文州 指定的泰式按摩 買一些泰式的衣服 把錢花在九龍城 支持一些黃店 就是這樣 當然啦 可能是開玩笑 阿翔不會生氣 其實阿翔 但是在接下來的時間 真的大家幫回黃店 支持著這個黃色經濟圈 因為很多老友記 在整件事裡的犧牲很大 例如你想想 大聲進來講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就給你一杯東西 不可能是錢 對不對 不要說那些 有些老闆可能不介意 龍門冰室被裝修 他找完 可能他有些儲蓄 但現在事實上 這個也是我小弟的愚見 即是說 我也認識很多店舖 真的店舖 在外面做生意的 在過去這半年的影響很大 當然他也是我們自己人 但問題是在於 自己人也好 他真的要交租 火記也要出糧 買東西也要成功 當然我也明白 現在特區政府 做完那些死人 又11點 又說明天又收港鐵 但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真的趁著聖誕節 出來多些消費 買些聖誕禮物 什麼都好 或者交換禮物 約朋友出來吃飯 多些消費 最好就是和黃色的經濟圈 九龍塘有沒有你想酒店的 那些是黃色的 我真的答不到你 全都是黃色事業 沒錯 很明顯是黃色事業 你不要這樣 Steven 你這樣要頂著老闆 老闆問你 你不要頂著 現在是黃色事業 我們也支持黃色消費 黃色消費 就是要支持 我經常看到很多 現在有些黃藍 經濟圈那些 很擔憂的地方在哪裡 扮演 一方面扮演 另一方面就是 因為看到有個對手 就說他是藍 這些就是令人擔憂的 總理炒車 總理炒車 因為那個 正清一點點 有當作串燒的事 老闆娘 可能她之前真的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犯了癌症 那件事 怎知道 大家就催淚到她犯了癌症 世成騎虎 我真的與人為善 我覺得事情應該是這樣 她未必是立心去押救人 她就變成懷疑患癌症 我給別人喝水 就被人搞 這些是事實 但怎知道 最後她真的不是癌症 但被拒絕著 撒謊 說自己是癌症 叫她弄到一批 這樣 變成這些 有時候 我們媒體 好心也會做壞事 如果不能捧她出來 她就不用走錯 你明白嗎 所以我沒有像總理這樣 吵架她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最初的初心 都是想這樣 如果現在知道 踢爆了 也沒什麼必要再加腳 我覺得 不要這樣做 做人與人為善 心境自然 開朗一點 與人為惡 睡都睡得不得安樂 我個人認為 人生態度應該是這樣 好了 怎麼樣 沒事 你贊不贊同 你說話我什麼時候贊同 你不要說我擦鞋 你好像Steven 每次頂到行 你還找她上來做節目 你老母親 是你才能忍她 老闆英明可以接納到各方面的意見 我真的接納不到 那些心胸嚇窄的人 就小心點 好了 節目結尾 我有一個活動 以前的行業 我參與過一個行業 叫廣告界 廣告界在10月 是霸工 是霸工 播了一張圖 給大家看看 廣告界的同業 決定有五天的罷工 就是不讓人家看 不讓人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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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0月10月罷工一星期 同路人 相關從業員 當日齊齊在姐打花園 不認同 決不罷休 我老實告訴大家 其實你們這些傢伙現在死了 就沒有生意 所以你不打工 不可以 那又不要這麼說 不要這麼清楚 也不要這麼說 別人真的 我遮掩 我開玩笑而已 不要找這些 我收回 這個不可以這麼說 但其實我先說 那位同業 如果給他五天的時間 時段做事 其實都是在結尾前交 始終他肯定 出五天 很難得 因為大家要明白 這些廣告界同業 其實跟廣告商是不同的 廣告商有很多生意在大陸 廣告界4A的陷家產 那些高層 那些人 亦都是看著大陸 大中華那些 business 那些 network 很久到現在半年 到現在才有些廣告從業員 做這件事 是從業員 不是老闆 不是高層 是兩件事 當然是 所以不要用這些事來開玩笑 別人五天是一個很長的日子 即是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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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想想任何一個行業 這是始無前例 可以這麼說 即是五個月以來 不要太長夜說 這是一個很嚴正的一件事 不是簡單的一件事 任何一個行業 要你不上七日工 你明白嗎 還有你的問題是甚麼 你現在站出來 是跟政府對抗的 沒錯 但你也明白 在廣告界裡 我們怕乾精烏文的市場 比政府多 因為那些人要你五個小時 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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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能玩 沒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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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網台主持 不是一樣是怕老闆 你這樣說 你有一點的事 我怕你多一點 是不是 即是這麼說 我們又要持平 說回節目結尾 即不是開玩笑 即是 不要以為 我們今天 剛才第一、二節 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不要以為 投票 就是完了 這件事不是完了 即是我在臉書中說 即是說 我們是暫時 即是某一個程度 你給一些和理非來說 她是 即是說 贏了一點點 但呢 其實抗爭是沒有緣 還有什麼呢 你看到過去這一兩天 即是政府 譬如今早 林鄭出來說的 都很硬 他現在仍然要求 覆核這個所謂 夢面法 夢面法 即是這些 所謂的問題 小朋友 拿著一支 那些 激光炮 激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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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Star Wars》 又被人告 說他是 槍 危險 危險 要坐牢 不是 南童縣 因為他小 15歲 那也是 總之 有一個先例 對香港人 不是一件好事 那 我就 當然要跟Steven 站上一條船 為什麼 不需要 不是我受你影響 我們老油條 聽完你說 真的要勇武抗爭 OK 不要想著 投完票 這件事不是結束 OK 投完票 其中一個 我們慢慢一路一路走下去 大家一起 總之 世不罷休 我可以再說一下 兩個星期有沒有出現過 原因就是 家裡等死機 不要裝作 你又說不能上班 那些 什麼都好 總之 行了 總之我一定有事在做 我想說 其實這兩個星期 香港人經過 極 很艱難 那兩個星期發生了很多很多事 很多很多事情 我都不方便在這裡說 很多人 為了這件事 付出了很多事情 付出了的事情 包括是 他們的reputation 即他們的名譽 包括了他們要受的 有機會受法律的制裁 OK 如果 我也很感謝佐敦兄 剛才說 投票 就不是全部的總結 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硬 或者這麼悲憤的控訴 對這個選舉 原因就是 因為我這兩個星期 看到太多人 受了太多的苦 OK 那一班尊貴的人出來拉票 你跟我說 早上7點 站到晚上7點 要受的苦 還有我有經歷過 我自己見過身邊的人 要受的苦 我想是屁毛而已 我們當然明白 你看看 很簡單 最近這一兩天 有些記者和醫護人 說那晚警察那輛車 亂撞了一些 人踩人那些 58號 五、六層 好像五、六層 我再說下去 就是 中大、Poly這兩件事 是令到 如果現在市民都不覺醒 知道 如果他們現在還不明白 香港的真正的抓拼人 是警察 他們是胡作妄為的話 我們要怎樣投票 怎樣出來抗爭 都是沒有用的了 沒錯 我們現在要反的事情 不只是 林鄭月娥這麼簡單的 我們要反的就是制度 制度是令到香港 繼續沉淪下去 特別是這班警察現在 特別是那班前線的警察 現在是越來越過分 做的事情 星期日做show的 整班穿綠色衣服的人 笑著口 戴著太陽眼鏡 天氣很好 你不記得嗎 我記得 天氣非常之好 在那裡笑 還懶得跟市民在那裡說笑 排隊的時候 到反轉諸道就是屎 昨天 還有今天的所謂快閃 今天在九龍灣附近的快閃 全都戴著面罩 那樣是惡史能登 他們的本質就是 真是想控制香港人 想做香港人的抓 做香港人的抓捕人 我們絕對不可以 真是不可以 以為 那些人是進入建制裏面 有制度裏面 可以改變的制度 我們要繼續抗爭 撥亂反正 還有還有一件事 剛才Steven說 我還要補充 就是各位前線的示威者 真的要小心 因為我看到 現在的情況 就是不太樂觀 因為 你看到 投了票之後 今天 林平也站得這麼硬 意思就是說 政府是沒有意思 起碼在這一刻 沒有意思去改變他的路線 暫時沒有機會 那就是說 警察會跟著你下來 好像過去這個禮拜 過去這個禮拜 大家尤其是記得理大 對不對 我們剛才說 Steven說的 中大理大 中大其實還可以說 你現在圍著你 整個禮拜 什麼目標 什麼道理 完全沒有 佐敦 你放六塊大磚頭 封住橋 根本就不是釋出善意 不是 上個禮拜說過 說過了 還是最重要 就算是李大爺 去到現在 其實裡面的人已經不多 也是手無辱雞 過了 你要釋出善意 你開始整條路 開始拆一些路障 對 給你那條山路出來 你做一些你做到的事 為什麼要圍著大學 沒有意思 那條橋 你拆掉那些傘 你開始清理那件事 就告訴你 我給你那條路走 政府 你在這裡清理那條路 可以贏民心 沒有錯 但你不肯一直硬下去 硬得太下去 剛才在佐敦延續三節都說 不要太慢 要有些前戲 有些苦摸 有些抽插 不不不 他們聽不明白 他們吃了那些偉哥 但是我想跟前線的兄弟手足說 就是真的要小心 因為現在警察 尤其是我們上個禮拜 就是佐伊斯都說 你跟佐伊斯在這裡說 就是說 這個一哥上台之後 你看到 整個警隊 更加會更瘋 沒錯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再繼續說下去 小花會發瘋 好的 好 下星期再見 大家平安 謝謝